军统教父戴笠 作者张军 由老王播讲 第140集 川岛方子 戴笠想尽办法再巴结柯克 事情没有谈完 柯克却有急事带着遗憾走了 他的遗憾当然是王小姐 可不是为了戴笠 而戴笠却感到无限的惋惜 因为事情没有真正的深入去谈 送走了柯克 戴笠陷入了更深的忧虑之中 他回过头来问文强 你从形势来看 我们的团体前途怎么样 文强直截了当的说 过年前后这段时间 重庆开过三次大会 对本局前途都大为不利 双十协定喊出了要取消特务机构 国民参政会议也高喊要取消特务机构 政治协商会议又高喊要取消特务机构 以校长的英明也难以应付了 问题当然不只是对团体不利 我看将是对整个国家的前途都不利 戴笠点头说 你的看法很有见底 你有没有好的对策 想一下明天我们详谈 文强按照戴笠的安排 第二天与他再一次深谈 他直截了当的针对问题来谈 从团体的环境来说 外有三大会议要取消特务机构 内有三臣作对 加上黄埔复兴社当中 还有三个人要端锅 都是致命的难关 然后呢 文强又分析了挽救的有力条件 第一是 无论怎么变 特务工作总是少不了的 第二呢 是缴共事校长既定的政策 你不打共军也会打 在这样的局面下就有戏可唱 第三是 1934年以来 我们和美国的关系很不错 也是校长战后必定要走的路 无论内外怎样加工 宗旨不能变 第四是 化整为零争取合法化这部棋 走得比较好 可以为校长分忧 堵住叫喊者的嘴 戴笠说 你分析的这些我也盘算过 问题是 遇到了端锅的对手 这比三大会议的外敌 和三臣的内敌更加棘手 我将校长的电报给你看过 也是你草你的副电 看来你没有放在心上 关键的问题不在这 文强说 我对这个问题还真的没有研究透 最后呢 文强提出了对策 他说 我看呢 唯一的办法就是以退为进 否则是难以渡过这次难关了 怎么退法 文强回答 以校长的英明 从北伐以来就有三次下野 下野就是以退为进 不如此是渡不过难关的 山崇水赴移乌路 柳岸花名又一村 我说的以退为进的办法 就是暂时避避风 以出国考察为由 自请出国一趟 将把摊子交给政界民来看守 万无一时 料想共产党绝不会就范 那么内战不久就会大打起来 真正大打内战的时候 自然少不了戒中军统 也少不了戒中局长您 戴利听完文强的话 他笑容满面的把他送出了门 边走边说 老兄说的值得考虑 但是千万不能对别人说呀 文强笑的说 假如局长出国畅游的话 请不要忘了带着我一起啊 戴利哈哈大笑 他并没说什么 自蒋介石 向戴利发出了撤销军统局的秘密指令以来 戴利是每日如坐针毡 几乎到了实不甘位 寝不安息的地步 这是戴利自出任特务首领以来 生活当中最敢黯淡无光的一段日子 在文强向他献上了以退为进的对策之前 戴利全部的希望都寄托在两条退路上 第一条就是寄希望于美国海军界施以援手 让他尽快的当上这个海军司令 第二条退路就是寄希望于早日内战爆发 戴利认为 蒋介石把取消特务机关作为应付三大会议的借口 那就不存在了 反共之计也正是用人之计 到那时候关于撤销军统局的初衷就一定会有所改变 问题是军统在反共活动方面要有部署 要随时能拿得出有分量的东西 让老头子觉得离不开也少不了 基于这一考虑 在北平期间代理一方面敦促文强 对东北的反共活动加强布置 另外一个方面又指示人事处处长龚仙坊 在华北地区搜罗日伟特务 组织内蒙古方面的反共特务组织 一边派往被中共武装占领的内蒙古广大地区开展活动 想到这里 他立即就想起一个人来 问马汉三 汉三啊 以前你不是告诉我川岛方子在你手里吗 马汉三立即就警觉了 您问他干嘛 代理意识到 马汉三的话里有股异味 他鼻孔哼了一声 没什么 这个人不能杀 他对内蒙古地区的情况是非常熟悉的 留着反共会有大的作用 马汉三松了一口气 报告举作 汉三一定照办 说完他还是偷偷地看着代理 代理假装没注意到 行了 你下去吧 有事我会找你 马汉三走的时候表现十分异常 短短的几步路 他回了四次头 等他一走 代理对公先访说 马汉三对川岛方子好像有点什么 你打听一下看看是不是有什么问题 公先访见他问就把房门关上 小声地说 报告局长 我听他手下的人说过 马汉三和川岛方子之间有一段不可告人的秘密 嗯 什么秘密 不知道 我打听过他手下的很多人 知道最详细的是马汉三曾经千方百计的就杀掉川岛方子 后来是你赶到天津当面指示不准杀他 这事才拖了下来 前几天我又听看守监狱的人说 马汉三去牢里威胁过川岛方子 代理点点头 嗯 这事你一定要保密 我马上去提审川岛方子 公先访说 马汉三是十分小心的人 你去提审肯定会引起他的怀疑的 这好吧 我这有一份关于化整围林的密件 你拿去 要马汉三带回重庆面交毛人缝 说着就从卷宗里抽出一份密件来 把这一下就把马汉三支去了重庆 马汉三飞往重庆 代理却由公先访陪着 在一间全封闭的审讯室里 秘密的提审川岛方子 川岛方子相貌清纯 乍一看 谁也不会怀疑 这么一位美丽谦弱的女子 会是个狡猾多端 心狠手辣的特务 坐在代理对面 他抬眼扫视了一眼室内 然后垂下了眼皮 用一口流利的中国话说 你们是不是带马先生问我 公先访看了一眼代理 得到了暗示 才开口说 什么马先生 他算老几 这是我们的老板代先生 川岛方子 用疑惑的眼神打亮了代理很长时间 等到确认以后 他露出了惊喜的神色 你就是代先生 大名鼎鼎的代理先生 代理说 是的 我听说 你以前在蒙古地区活动 对那里的情况比较了解 现在反共在即 我给你一次立功赎罪的机会 川岛方子 马上行了日本式的大礼 我一定尽力效劳 一定 代理点点头 我先给你两天时间 把内蒙古地区的情况详细的写好 由这位公先生来取 等到国共正面交锋 我马上派你出去活动 川岛方子是一再称谢 我那还有很多关系 只要代先生需要 我随时可以重新建立起来 两个人谈了一些 关于反共方面的事情 川岛方子果然在行 说到最后 川岛方子开始神不守舍了 他不时地看看公先坊 代理会议 知道他一定有什么话说 就说 川岛小姐有什么尽管说 公先生是我的心腹 川岛方子这才盯着代理 微微地点了一下头说 有一件事 不知道代先生相不相信 代理点了头 算是对他的鼓励 川岛方子垂下眼皮说 马汉三落水当过汉奸 代理和公先坊 两个人面面相觑 吃惊不想 川岛方子说 信不信有你 但这是事实 他的证据都在我的手里 代理回过神来 你先说完 川岛方子接着说 那是民国四十年的事 大约在二三月间 我的顶头上司田中龙吉 在张家口开了一家大龙洋行 用这个洋行掩护从事地下活动 有一段时间 一位中国商人经常来洋行 挥金如土生活糜烂 田中龙吉对他产生了怀疑 于是派我去查 没想到经我的丁梢 果然发现这个人是军统特务 他的名字就是马汉三 代理陈柱契 他看见川岛方子说到这个地方停住了 就用眼睛继续的探寻 后来呢 后来田中龙吉只是张家口日本特务 田中新一把马汉三逮捕了 还没有提训 马汉三就立即供出了他的全部内容 并且把戴先生的长相详细的描述 因为当时日本特务机关 是想暗杀戴先生的 听到这里 戴力暗抽了一口凉气 你能拿出具体的证据吗 川岛方子眉毛一宁 有 当时田中龙吉按照惯例 马汉三全部招供之后 是要处死的 因为他始终认为 凡叛变之人都是卑鄙小人 这时候 马汉三连喊饶命 并说他有一件汉室珍宝 什么汉室珍宝 是一柄 剑 川岛方子盯着戴笠 马汉三自称这柄宝剑 是孙殿英从乾隆皇帝的墓里挖出来的 名叫龙泉宝剑 田中龙吉得到宝剑以后 欢喜异常 不但免了他一死 而且把他释放了 命令他暗中为我们的特务机关服务 所以 以后你们军统多数有价值的情报 都是马汉三提供的 戴笠强忍住愤怒 这把宝剑长什么样子 川岛方子就把剑体的外观 长度 剑柄上雕笼和剑鞘上 嵌玉的数量和形状描绘了一番 这些和孙殿英送的那个龙泉宝剑的特征是一模一样 多年来萦绕在戴笠心里的那个疑问 终于有了答案 感谢您收听 由老王为您播讲的军统教父戴笠 本集播讲完毕